在我們這個計畫範圍裡頭是沒有影響的 就是你周邊的土地 基本上第三種住宅區 就還是依照第三種住宅區的規定 是不會改變的 那至於說未來這個開發之後 會不會有提供公共停車的部分 這部分是市政府是肯定的 就是說不管是公園 或者是未來的社服用地 那基本上呢 因為都會有停車空間的設置 那這個停車空間的設置 除了滿足這個自身 這些相關設施所衍生的需求之外 當然還是要以中邊地區的居民使用 那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道路透寬 那道路透寬的部分 我們接到圖的部分 就是道路透寬的部分 可能跟各位報告一下 在95年的這個都市計畫案的部分 其實在福德揭發的四項的部分 它是從11公尺的計畫道路 都市計畫是透寬到15公尺 那當然像第二位那個小姐講的 這個部分它還沒有透寬 但是未來要開發的時候 一定要透寬 可是你的評估出來啦 沒有沒有沒有 沒關係 我先很快的這個回應一下 就是說在都市計畫的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中間 那條道路現在還是沒有的嘛 未來的這個開發的時候 也是必須要有這樣子的一個道路 那再再來是就是說 第二位小姐跟第三位先生有提到說 這個工營住宅的這個部分 可能還是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並不是說 因為空總的這個固化案還在進行中 空總其實並不是說 是不是會裡頭會有出租住宅 然後是不是會因為反對而停止 這些都是還是未定之數 那第三個部分是那個保清段的這個工營住宅的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在做規劃設計了 並沒有說是最後我們做的民調的部分呢 其實大部分的市民還是支持我們這個 不管是青年段跟保清段的工營住宅 那但是有提到就是說 95年跟102年的這個政策 確實是有一些比較大的變化啦 那因為最主要也是因為 市府現在工營住宅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那 那評估報告呢 沒關係沒關係 這個我可能還是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市政府提出這個計畫 基本上它都是一個草案階段 那任何公民跟團體都可以有意見表達 那這些意見呢 我們也會都忠實的把它記錄下來跟呈現 那這是一個比較短的一個時間 所以其實大致上的一個評估是比較 做一個比較初步的評估啦 那至於有提到說就是 人潮或者是車輛 或者是這些日照權的這些問題 我相信這些 這應該是大部分周邊居民所關心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呢 我們也都會在開發的階段 都把它納入考量 那我接下來可能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我們因為現場來了很多的民眾 那因為大家都很關心這個案子 那我們是不是讓大家 每個盾進盒讓比較多的人 有反應意見的機會 所以我們還是一個人三分鐘 好請大家遵守這個時間的遊戲規則 係盾撚師妹 呃 í 這些還是不是 可言歐 え 呃